打方PLUS的话他们是一套新阵容嘛 然后他们航家翔哥下落对线挺猛的 然后我们对线就尽量也给他们碰一碰这种 然后剩下的就看我们阵容嘛 涛博他们双C就特别猛嘛 他们都是完美那种比较发育到后期的英雄 就前面打弹他们节奏都抓一下他们就好 如果是对线天跟左手这两这个中野的话 应该就多给到左手他干可压力吧 就多去抓一下他照顾一下他 不能让他发育得太舒服就行 把难刀绊掉了 手热的难刀按掉 先拿锤石一方万一 那这样感觉套博可以拿金克斯录录了 我印象中最深的这次得杯就是JK的金克斯被录录 水流那个感觉要配金了 对其他的都会不好打 配合和刘思 刘思的话还行 还是想放一放打野 要先拿献权 先拿中路的献权 拿一首佛耶歌 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确实是做出了一定的辩证 先把在后期的时候输出点会多一些 先把黄姐搬掉 赵兴又要搬掉呢 干脆一起搬嘛 还是搬掉 左翼先拿出来把康特就是六个锯模 锯模正面应该就是发话了 这把我来塞 锯模真的非常好 因为锯模的话他副主是不怕破败王 最后还是会拿格温的 单爱的跟其他的双击配合不起来 没问题 手热嘛 这就是纯发育 是吧 三个大塞 终极发育 双POP体系 选择到了杰斯加左翼 双方一击都没什么想法 正常上线 哎 没有扫到吗 嘿 这还真没扫到 是 而且小田这种反反复复 撞了他两三次的 是的 为了不说高位的一个状态 这次是由杭锤齿的一个 鳄鱼钟摆的闪现 哎 夹子夹住 好像被勾到了 对 勾到并且踩到交火者手雷 是吧 一套被消耗的很难看 是 中边睡到 白套 哎 推一下吗 并没有去点这个 点醒啊 应该要尝试阅一下的呀 看谁扛塔了 先等 三月一 晕到 人头给谁 哇 自己扛塔有点危险啊 就是叫了一个闪现 小田也开得好 晕到人了 如果晕不到的话 就要出事 是 在塔下 好像有点危险 没有治疗的 这波卓 应该是找了一个不错的机会啊 是 这波机会找得很果断啊 是有充足的反应时间 去摆这个一的 我们再看看 或者说罪名 接了一些重要的控制 确实没有摆 正好也是卡住了 有罪名的这个时间点 是的 林伟祥这边装在探板 有双招的嘛 对 北川来了 看一下这一波 解决的解决是走不了了 感觉 被摆到夹子上面 想换林伟祥 但是没能换掉 哇 这一波 北川来太及时了 就是不得不运气去的时候 北川刚刚 是啊 这里 有想象被开到 但自身摆 走 拉开 从去 但是有个灯笼 直接救了一手 血量比较极限 小老虎在旁边 这边 腿船虽然刚倒里 但小天船打得很快 直接把这个先锋拿下溜了 是 他甚至是想 优先出手的 来了 帮忙焦土 红色往前动手 但是他们并不知道 可以 勾 勾 一波 上当了呀 这一波 二队大盗收下人头 小天这里能走吗 小天想一打 小天想打 这一波叫上 奈特过来了 远方一个催眠气泡 是没能留住 这什么情况啊 这上半没想到啊 虽然注目到了 但是奈特来了 看下来 这一幕好像自此相识 柱子先卡一下 但是顺便需要睡到 想要卖自己 保林卫翔 但是林卫翔能走吗 还是很危险的呀 身上有闪现 不焦了 哇 这一波的一个联动 下落这边 还能在反射表处层 他后面拼出了 中单的一个 提匹提匹是没能打 过后面是落地 自身的人是闪现 闪现跟人带 躺打的是杰克呀 后面带的感官 我捡了一个闪现 好 这边一个精神 自身是没有闪现 走不掉了 人头给了注目 这两波节奏 感觉方法随便吃不消了呀 对 没有人干扰啊 赶紧发育一下 我们再看这里 刚刚发车 直接上车睡觉 上车睡觉 到战之后没醒 对 刚睡着 到战时刚睡着啊 嗯 他后面其实想谁 对 美东不足的是杰克扛卡的 好像想 跳几段枪啊 简单尝试 简单尝试 哎 李伟祥这个位置 有双招 怎么说 要不要交双招呢 有的咯 哇 呃 踩出来了 好险 省了个 硬生生省了个闪现 硬生 哇 还省下来了呢 不是 但好像这里有点危险 嗯 这先交大招 走位 没有W中啊 特意北川交闪拉开之后 这锅是个反弹 小老虎直接进场 杰克没有双招 只能远机反弹 先被秒在这边 哇 我的天啊 这么近 声声省了个闪现之后 导致再次打了起来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如果提前叫了 双招 提前拉开 这波就 浩博可能不会想着再约他了 是 情况这里好 扭了段W 导致冯思峰 太深入了 有的好呀 扭完这部小老虎 一把踢过来 高尔又赶了过来 是的 他这个闪现 感觉很严重 我过去确实反打不了 哇 这波打完之后 超微的接受 嗯 ADC起点 中单 哇 这边闪现 怎么说 有一个 精神 一丝血 巨魔在旁边 下路这边 好像高瑞也是被埋伏到 哇 这个小苗表 救了一命啊 救了一命 而且 林永祥没有大的 远方一个身边去把睡到 反倒是北川遭重了 是的 而且闪现一炮 被走为扭开 扭到 但 但后续还有一个千载 又耶 我的战还没结束 帮不拉斯这波 节奏又爆炸 小六虎来得很及时啊 但小六虎 一个打脸 恶妈打不过呀 感觉啊 防御塔 防御塔 疯狂输出 哇 一来二去下路 高瑞好像被抓到之后 中路这边 又睡到了北川 哦 当然就得一个 累了一下 然后 高瑞这边的话 之前也是想走位扭开 没扭开 后续交闪也晚了 这里翔哥 没有大招呀 有大招 那他肯定就尴尬了 嗯 他前面的大招 好像是 下路下路 对 推到下场 试一下 这里再输 北川这边 直接尬住 这波团战 感觉 涛博很难输啊 方法斯 可能要 可能不会选择 这条小 这边逼出了 小老虎的W 行的状态 也不是很好 在这边想要开 只摆到两个人 但是反之的话 Zoom已经先锤子 一个 北川 顶在前面 JK Love 这个状态 不是特别的好 但是后续的话 林伟祥一个人 该如何输出 没有操作的空间了 他是刚才 在交战之前 好像的状态 已经被对方 扑个残 是 这波打完 感觉局面就肯定了 再说一下 打一下伤害 收率有个狂风 但后面 小老虎 然后踢过来 奈特这边 想选择换一下 他后面 讲了一个登陆 刚才这边 也是 好像在看 来自中路的 垂直的一波掀开 是 垂直一波 垂直的状态不好 并且像小老虎的 W也已经放到过了 有一些正 技能的 这个真空期的 导致走弯 在没有W保护的情况下 瞬间就被融化 打得还是极了一些 这个情况 发帕拉斯 上路滑出PK 从这边触发一个 摔摩出 赶紧拉开 正面的斯维斯 再次是中路的 召唤技能 一开 开到两个 但只上去 先秒刀推是好 后续 一勾没有能够勾到 这个就是 感觉接不了了 看不了了 小老虎这边也没有大招的 过去也没什么用 又是 是有速度的 一个村民气标 逼出了个闪现来 Zoom忍不了了 Zoom现在交闪现 苍中之月 逼了林伟祥的一个闪现 有点危险 还好就 拉开了一个大招 双方交换的 这个远程技能 我们的OB 也把镜头 拉得非常非常高 方巴斯没有 没有一个开团 这个缺点 会暴力的 越来越明显 对 没有人能去限制 对方的远距离Poke 这边左开的非常漂亮 这边看得很好呀 正好是卡住 对方闪现 CG的一个时间 以前开到了 一个猪端和辅迹 对 举摸的柱子又一放 卡就睡了 反而自己吃了睡 哇 太烫了 烫死了 这名的印记 这个指挥还是想 再突破一下这个高地的 对 想要直接上高地 先让奈德再特意相耗 北川 住此卡了一下 ZOOM 但是没能卡回来 是 这Poke没有Poke到 那这一类的一个进攻 算是搁置了 这纯后期的阵容 那这样的话 三条龙听牌 经济差逐渐拉大 在野区抓住了北川 中路这边 追凌消息 差一下呀 打出了凶 两个闪 两个闪 这一波就是那中路写 中场这个一丝血 是 我最想点了一下 都不给我点吗 这里睡到了 走不掉了 这伤害看不懂 北川 多一口 但是再中一个催眠气泡 好那这样的话 感觉是有机会一波的 这左翼刚才这移动速度快的 像一个开了最恶快感的金克斯一样 是 起飞 高瑞这边交大招 直接清晶 这个老婆又找机会 闪现开了 一波连动 小天就在旁边 逼了高瑞闪现 晚上两个TP亮起 好像这里上去开 但是自己先被融化了 北川这里也扛不住 另外想再刻一被ZOOM 给收下 证明的话 已经是溃不成军 虽然说JK老婆倒地 但是后续的队友 是可以把比赛给接管的 最后只剩高瑞一个人 在野区回城 他一个要面对 套博的上中也三人 那这样的话 套博应该是可以 找机会一波的 可以顺势一波了 高瑞这边没有闪现 感觉想守一下 一下就没了 这里被W给中了 闪现垂上去 没问题 我们要恭喜涛博 在这场面对 方普拉斯的BO5中 扳回一城 是的 目前是 2比1 对 涛博1比2 方普拉斯 恭喜涛博 恭喜涛博 战术调整的一个中心 很有效 很有效 立竿建议 在前两局 稍微以Zoom的上路点 为牺牲点之后 第三局 泡博做了一些调整 并且无论说是BP 还是执行上 都做出了上映的调整 纯防守的阵容 纯防守的阵容 但是在中期 自己反而开盘 开得很主动 给了一些机会 来看一下 这场的赛后数据 可以看到 Night的左翼 打出了全场最高的伤害 对 又是巨魔二次的 MVP给到了Night 这一场 他的KDA5-1-12 参传率73.9% 伤害占比也是有33.5% 很高 这几局 其实都能够感受到 Night的选手 他对于编路的 这种辐射作用 对